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9月21日 星期二 今天已經是中秋節 中國向全世界送上中秋的大禮 恆大財務危機引爆市場恐慌 全球發生股災 杜瓊斯指數 早盤 昨晚 列口低口500點 最多跌過900多點 收市 最終也跌600多點 納指也跌了 標普當然全部都是大跌 我們可以看到恆大的財務危機 市場擔心 會有機會重演雷曼兄弟破產的事件 加上聯儲局 在今晚 貨幣政策會議 擔憂會不會 停止刺激措施 收水呢 引發市場恐慌 恆大這件事已經引起骨牌效應 現在 基本上昨天使得連累另一隻內房股 新力控股大跌九成 這隻股票真是恐怖 一隻 大陸的地產商 在江西 起家的 新力控股 昨天股價突然暴跌 基本上未收市已經宣佈停牌 公司也沒有說明任何原因 還傳出全體員工要減薪 副總裁減薪幅度高達七成 財務困境的足跡 新力控股 現在是一個比較大型的地產商 突然 在香港的股價暴跌 一度跌到三毫七指 跌到超過九成 到下午3點38分 宣佈停牌 停牌股價時 報五毫指 跌到超過八成七 其實這隻股票跟恆大也有相似 當然規模小很多 這隻百幾二百億市值的股票 一天裡面暴跌九成 這隻股票主要是江西起家的新力控股 香港編號是2103 他集中在南昌和惠州兩個地方 特別養賴是靠信託 用高槓桿的方法去擴張 現在其實傳出幾次資金團離 當然 跟恆大一樣 陷入財務困境 公司的聯席董事長也宣佈10月1日辭職 改由執行董事長 叫做張元林 就是掌桌的 這個 董事長 兼總裁加入新力 不夠6個月就走日 外界也估計可能跟 爆布有關 新力上半年的財務報表實現收入為112億人民幣 同比增加28.9% 其實增長也挺厲害的 股東利潤是7億6300人民幣 同比減少7% 總資產有1120億 人民幣 流動負債754億 其實 未算資不抵債 未來一年裏面有132億的債務到期 其實現在新力有三筆 就是美元債 當前總債務規模是6億 9400萬美金 其實不是很多錢 只是幾十億港銀 其中一筆9.5%利息的美元債 會在今年的10月18日到期 即下個月 大約2億4400萬美金 另外兩條數 也是10%和8.5% 就會在明年的6月18日 和1月24日到期 因為他的 財務壓力很沉重 標準普爾 已經將評級由穩定降為負面 位於15日跟隨 也是將 下調到負面 恆大一爆煲引發連鎖效應 其實不單只是一些內房股 然後有人立即會懷疑下一個是否融創中國 還有碧桂園 還有陸地 還有富力地產 據說都是 觸及大陸 三條紅線的股份 其實 這次的恆大 我們之前也覺得 他兩萬億的欠債 是不是會有機會成為雷曼的翻版呢 其實有機會 大有機會 為什麼呢 因為他自己發行很多這些 理財產品 或是CB 其實大量的人就買了他的CB 這次就很嚴重了 因為不只是 銀行 很多財務機構 退休金基金 最近日本有個退休金 也買了他一大筆恆大的債券 當然是 隨時有機會的 好了 恆大 究竟會不會引發 全球的金融風暴 像雷曼那樣 其實絕對有可能 我們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啦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告備頻道 月費贊助 以及記得支持我們的Facebook 專頁 LIKE & SHARE 以及多點留言 其實大陸當局也很自力去槓桿化 但是 恆大的 資金鏈 嚴重斷裂 債務今年 只是今年到期有二千多億 然後到明年也有 你救得今年 明年怎麼辦呢 今年只剩下三個月 還有二千多億到期 恆大的 引發連鎖效應 令到很多高風險資產被拋售 股票大跌 連比特幣也是大跌 國際油價應聲下挫 美股 一度跌了971點 美股 美股 收窄了一點點 也是跌614點 跌幅1.78% 標普500跌了75點 跌幅1.7 也是差不多 收市是4357點 納指跌了330點 跌幅2.19 收市是14713點 道指創了7月19日 以來最差的表現 其實 港股跌 昨天跌過千點 跌了4% 其實道指相對就不是跌很多 標普500也是5月12日以來最大的跌幅 11類股份全面 全面都是跌市收場的 國際油價能源也是整體大跌的 美國的銀行股 其實也受到恆大的影響 其實 連鎖效應 也挺嚴重的 美銀 摩根大通 也是跌3-4% 蘋果 Facebook 也跌超過2% 晶片股也沒有辦法跌 台積電 ADR也跌了2.6% 其實美股 這樣跌 也是 很難 令人預料到 因為 恆大 債務危機衝擊了很多地方 才是 衝擊了港股首當其衝 恆大也繼續跌 昨天一度跌到$2.00 收市 跌少了 今天又再跌 很快也會跌到$2.00 美股高處不升 很多人都說美股跌了 美股跌了 美股調整 不知道會不會受恆大影響 進一步下跌 踏入9月份 其實我們也一直警告 現在全世界有機會走向一個紅市 果然是不幸的 就說中 因為 這次的這一波 我們一直都覺得 肯定是由中國的債務危機引發 恆大其實只是冰身一國 大陸很多企業 是不斷用一個高槓桿借錢 用一個高負債 去發展 以往 他們通過很多的手段 恆大 最離譜的是不斷發CB 不斷向外舉債 很多人會問 恆大是不是會引爆 現在大陸 整個中國經濟 甚至乎 因為 不只是影響到外國股市 中國經濟其實受著恆大衝擊很嚴重 因為一家那麼大的企業 如果保保不還錢 其他企業還想借錢 很難的 因為 大家知道 在外國的發債 其實那個債務的回報 就算 沒那麼高的 是中國企業給的利息特別高 例如剛才我們說的新力控股 即是江西的地產公司 他給的回報 都起碼接近百分之十 其實 不單止 很多大陸企業借錢 其實都是遠遠超過百分之十 甚至乎是15-20% 你想想 一個企業用那麼高槓桿 用那麼高的比例借錢 基本上利息開支 就算蠶食整個企業經濟 他做到下去 其實要駁過市升才可以 繼續回到新 很多人會問 恆大 那些樓盤那麼好賣 大陸樓市升了那麼多 那為甚麼恆大會爆煲呢 為甚麼恆大 不會 不是說會過到關呢 原因就是 他的利息開支太沉重 借的錢 兩萬億 他的每年的還款 每年的利息開支 起碼有二三千億的利息開支 一年 他的 公司究竟有沒有能力賺那麼多錢呢 我覺得高負債 以及用那麼高息去做生意 是大陸的特色 我們朋友告訴我們 他在大陸 如果借到20%利息的錢 即是兩分息 已經算是給面子 很多人都願意去借 平均人的利息開支也是兩分息 這樣的經濟怎麼運作下去 你要賣甚麼才可以賺到兩成 地產如果不倒閉 如果那個市道是好 他可以賺到的 萬一市道逆轉 割價求售 他就不單止輸了兩成 就連本也輸了 恆大就出現這個情況 市況逆轉 加上政府打壓 一翻轉 即時就搞不定 不要說 那麼誇張的負債 即是不要說100%負債 你想一下 如果是50%負債 你只是利息開支到了兩成的話 你即時搞不定 貨又去不及 利息又要還 加上 其他的 其他的很多因素 尤其是大陸做生意 通常是貪污的 那筆錢 譬如說你要去做一個項目100億 20億是利息開支 已經佔了20億 即是要成本到120億 然後 裏面還要抽一筆錢出來 實際上 如果集資到100億 你要先拿20億 利息 然後 可能裏面的20、30億 權錢交易 賄賂官員的疏通 然後 自己又拿起一些 實際上投入的錢不多 然後 你要賣的樓就要賣到很高桿桿 一塊錢就是沒有了 恆大為甚麼會欠到2萬億呢 當中 許家印 中間也有上下其手 也拿了很多錢貼給貪官 最後就是 離蝕開支沒有了 加上 市況逆轉 樓價下跌 這樣跌下來 其實 任何人都頂不住 這樣的經濟模式在大陸 原來是 冰山一角 普遍都是用這個方式去經營這盤生意 有甚麼辦法不爆煲呢 所以這次可以說把中國的 整個 金融經濟的泡沫 一次過刺破 這樣刺破 大陸爆起來 接下來不知道有多少企業是陸續不行的 這是一個連鎖效應來的 李恆大一間不行的 其他以後也不需要發債 甚至乎一發債就可能要給兩分息 25%的利息 其實 最終就是會知道今年團列 是沒有可能經營下去的 所以以後我想大陸的公司 企業出去發債也不需要有人敲了 這節我們暫時說到這裏 拜拜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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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